下午1點多離開小嵐精神病治療中心 由籌車押走 沿途由警車開路 去到青培公路,警方截停了其他車 不讓他們跟著籌車走 持槍的警員在西九龍法院內戒備 籌車在警車護送之下抵達法院 案件由國安法指定法官蘇慧得處理 李軒出庭那時,身穿白色衣衫 剪短頭髮又戴眼鏡 身形和之前差不多 坐在犯人欄時,亦有四維張望 法庭書記向他讀出三條控罪 包括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串謀協助罪犯 和無牌本有彈日罪 李宇軒說明白 雷城市說案件會交給高等法院審理 並反對李宇軒保釋 李宇軒一方說不會申請保釋 亦放棄每8天保釋覆核權利 指定法官蘇慧得決定 將案件押後到下個月18日 期間李宇軒要繼續還押 在庭上代表李宇軒的是大律師羅達鴻 和律師陳天立 家屬早前說過不認識李宇軒的代表律師 記者散庭時追問陳天立 怎樣接觸到李宇軒 有沒有跟李宇軒的家人溝通 陳天立說基於李宇軒的意願 不方便透露細節 又說我都很難做 不要逼我 強調自己絕對不是官派律師 而在李宇軒提堂前夕 她的妹妹在社交網站Twitter說 案件進入法律程序 不再回應相關問題 加上已經接觸到李宇軒 會關閉聲援她的專業 有線電視記者 何家進步道 有線電視記者 何家進步道